公子夜王 Carmen 只要我有些方法就已經可以了 是啊 但我覺得如果你願意花心思 即是有方法就已經很開心 我很容易被人哄 是啊 不是 沒有遇到這樣啊 那就是說Carmen 以前遇過的 全部都不肯掉一些方法出來 呃 都 我又記得我們那個反差 就是我常常在想她們的反差 因為她的性格很突出 她那麼容易哄 你跟她拍拖的時候反而會很悶 因為她很容易快樂 那她腦裡面不會想很多有趣的東西 即是她不會無故穿性感的靈衣 你會嗎? 我不會啊 是啊 但是如果這樣說法 既然這樣的反差 會不會她們兩個會穿 即是阿娟會 阿娟會 阿娟突然會穿 她在想我都這麼悶 大家都這麼悶 我不是要穿性感的睡衣 穿著墨仔加兩鞋 穿著兩鞋 穿著兩鞋放在頭頂 哄一下她開心 然後她會做這件事也不頂 會不會呢? 不會啊 我不會刻意去哄 不會的 我會哄 但如果喜歡的話呢? 喜歡的話其實我覺得 她本身也不會哄 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喜歡那個男孩 那男孩也不用特意做些什麼去哄我開心 你會不會哄她呢? 我跟她在一起已經很開心 你會不會哄她呢? 我會一些藉由買東西 但不會特意去穿性感內衣 那會是真怪人 真怪人 我看過一套戲 真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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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殺了自己的男朋友 不是 她以為我會哄 跟她拍拖最舒暢的是什麼? 是那些非常之 不敢說是真 但一定是非常入獄的藝術家那些性格 就是跟她說這個世界的反照 然後大家 我跟妳拍拖就是妳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有我在騎樓那裡看我的小說 神家 那一天那些 就是她滿足 或者我自己要 我是這樣的性格 跟她才開心 我前陣子看了一個 在節目我都說過一次 看了兩個行為藝術家的藝術作品 亦都是她們的人生 她們拍了很多年 拖了十幾年 她們到法局差不多到最後一刻 她們就說不如這樣 人生還是她們愛情 愛情最後一刻 我們不如做最後一個作品 然後分開 她們兩個外國藝術家 一個在長城的一邊 一個在長城的另一邊 然後大家向中間走 每人走到中間 走三個月左右 因為長城很長 走三個月之後 當她相遇那一刻 她們就分開 永遠都不見大家 這就是她們最後的藝術作品 結果呢 結果成功 她們拍下了 有一個劇情片 拍她們走這段路 去到最後相遇 然後分開 以後不再見大家 嘩 真是好 這個是否像你的愛情 其實這個男人都想了很久 用這個藝術來分手 你覺得分手 分手就直接分手 還有藝術家都不行 藝術家都不行 你看這個 你明白嗎 我每一次聽到一個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一個 很愛的一個藝術作品 竟然她說 分手就分手 分手 很恐怖 這個人差一點 神經病 你明白這個藝術作品 最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是那個男人 連最後三個月都騙了 你明白嗎